好 現在是這樣子 這個是側面 因為是側面 你看不到後面 另外只有一半 所以我們要怎麼畫呢 就這樣子 按下去 然後一個半弧形 這個是頭殼 然後這邊又過來 為什麼要過來 因為他眼睛在這個地方 我們繞個圓 眼睛 眼睛在那裡 然後 他的嘴巴 在這裡 眼睛就在這個空的地方 這裡 好 這個頭 有了 脖子 脖子的地方 脖子後面這個脊椎 它有一個 翻角形的 對不對 然後翅膀 小雞這個要大一點 然後翅膀 翅膀還沒有長大 所以呢 它是稍稍有一點下垂 我們剛剛畫的那個圓 太長了一點 我們在這裡可以修 怎麼修呢? 從這個地方過來 從這個地方過來 脖子 脖子 這個眼睛的地方 下巴 這個是再來是那個 胸部 腹部 腹部 腳在這裡 腳在這裡 好 然後 畫他的 翅膀 飛魚 因為他小雞嘛 他翅膀還沒有辦法這樣子 飛嘛 所以呢 他是比較垂下來 如果是成熟的雞 這個翅膀的飛魚高一點 所以你就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後面呢 你看不到 但是你就 點一下 後面 後面嘛 點一下意思意思 之後後面也有 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來畫 他的那個角 那個小雞的角是紅色的 他的那個 這個鼻子上面呢 也有一點紅色 有一點紅色 那小雞的角呢 先 這個是大腿 小腿 對不對?小腿 然後是 一個翅膏 就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後面 這個是他的腳 那你看他要怎麼樣 怎麼樣的走 如果說這隻大腿 這個腿是在那一頭 那這個就會出來一點 這樣子 這個就小雞了 所以小雞很好 很好畫了 畫兩個圈圈嘛 畫兩個圈圈 然後兩個字 那就好了吧 這個 那各種姿態 你都可以